編冊貳科 藍园科 編文化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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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今天就是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在運化系做的研究 我們研究的東西 主要是 對於自由基有興趣 那這個自由基通常是在大氣化學或者燃燒化學 或者是在外太空的星際化學上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研究它的光譜學 也研究它的化學 研究它的化學通常表示研究它的反應的機構 或者是反應的速率 還是它的動態學 那這個自由基通常它有幾個特質 一個是因為它活性很大 所以它的生命期很短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用傳統的方法不容易研究 第二個是因為它活性很大 所以它常常跟別人反應 甚至於跟自己反應 那這樣的話就表示說 我不太可能得到很高的濃度 那生命期很短的意思就是說我買不到它 對不對 我不能像其他的有機化學說 我去訂一個什麼藥品回來 我必須要當場做 那當場做可是因為又 我濃度又很低 所以變成說它的偵測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然後再來就因為它活性大 所以它的反應可能比你想像的還要複雜 那所以這些都是使得它的研究 其實是相當的困難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的祖父祖母 才沒有辦法把它研究清楚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在這邊做這個研究 那我們實驗室目前用的方法有這幾種 一個是時間解析的 Fourier 轉換的光譜學 但通常是在做紅外光比較多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它的放光 也可以看它的吸收 一種是叫做兼直隔離法 但這個兼直隔離法我們是用的 是所謂的 Parahydrogen 是一種叫做重氫的一個介質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用紅外光 但是我也可以用可見光或者是紫外光來研究 第三個系統我們有一個紅外光和真空紫外光的游離系統 意思就是說我用真空紫外光把它變成離子 離子以後我用這個飛翼的這個直鋪法來偵測它的這個離子 然後我利用紅外光來看它的這個離子信號的改變 也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資訊 第四套是我們最近新設不久的 是一種新的雷射叫 Quantum Cascade Laser 它是非常高的解析度 所以我們可以做非常高解析度的光譜 那利用這個當然我可以做動力學的研究 最後我們也有超快雷射 那利用超快雷射通常在飛秒 飛秒就是10的負15秒 我應該是大概部分時間會講第一個方法 那小一部分時間講第二個方法 我們也有一個動力學的系統是在做高溫的所謂的衝擊波 那這是這個跟王念夏教授合作的 那第一個我們就講這個時間解析的或是轉換光譜儀 一般你可能會用到這個光譜儀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原理 但基本上我們如果看它的放光的話 那我通常我可以知道 比如說光解或者是雙分子的反應的時候的動態學 那這個動態學通常就表示說 我希望知道我的產物它的內能的分布 內能的分布表示振動轉動的分布是怎樣 那利用它的這個特性呢 我可以能夠對實際上的反應能夠多了解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我看紅外的吸收 吸收的時候我們通常 比較關心的就是在反應的中間物 我怎麼樣來偵測這個反應的中間物 那這些中間物呢 大概通常都是過去人家不能夠偵測Doubt 因為它的生命期很短 那這套系統我們是到目前還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實驗室 有能力做這件事情的人 那所謂的FTIR 各位都知道說傳統的光譜儀式說一個光源 然後經過單光儀然後偵測器 那從光的利用來講它是很沒有效率 因為它經過一些的狹縫等等 所以它的偵測能力很差 到了這個近20年來才有所謂的FTIR的出現 這個FTIR基本上是一個所謂的Mickelson的干涉儀 它干涉儀呢 它是把光變成平行的光以後透過一個分光片 那這個分光片如果反射這個光到一個鏡子 鏡子再反射回來 再通過這個分光片達到偵測器 那另外一部分的光是先通過分光片 然後呢達到這個所謂的移動鏡 然後也是一樣經過原路到detector 所以我就變成我的偵測器就看到兩束不同的光 一束是走這樣 一束是走這樣 那如果我的這個鏡子移動鏡一直在移動 那你就知道這兩束光走的距離不一樣 距離不一樣你就知道它有光層差 那這個光層差如果是半波長的奇數倍 你就知道你有學過是破壞性的干涉 所以偵測器看到就是沒有信號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半波長的偶數倍的話 那就是建設性的干涉 那我看到信號就比原來還強 所以我說鏡子如果我在這邊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那你就看到如果對單色光來講 我偵測器看到的信號就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就一直這樣改變 那這個光譜就叫做乾涉譜 就是我看我的信號隨著我的光層差的改變 看它的變化這叫做 那你知道說移動鏡要移動 不管你移的多快總是需要時間 那可是我們的東西是生命期很短的 一下就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我這樣子移動根本還沒有移完 我的事情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偵測到這種東西 我只能偵測比較穩定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就要想辦法來改變 那有很多種方法 其中一種方法叫做不鏡式的掃描 這時候你看我的鏡子是鏡子不動的 鏡子不動所以我就可以怎樣 可以偵測器就要看這個隨著時間變化 我就會記錄我的信號隨著時間變化 然後我可以重複很多次來做信號平均 等到平均完了以後 我就靜止再跑到下一個步走去 這個步驟不是隨便的步驟 你可以看出來這個步驟是這樣 由我們剛剛的一個單色光 一個雷色光來決定說 它就要下一個信號等於0的地方對不對 那我就看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是重複掃描 所以本來是連續性的移動 現在變成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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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進載 那這時候我有時間的解析度 我又有隨著光層差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得到一組信號在這裡 我取的時候是照著綠線紅線這樣取 這時候我要把Data整理一下 比如說有的黑點就是相當於這個時間T3的 然後隨著位置的變化 這就是所謂的時間T3的乾色譜 然後我們再做所謂的4ray transform 就可以得到傳統的光譜 那我就得到一組不同時間下的光譜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我們就可以得到時間解析的紅外光譜 所以利用這個技術 我們過去其實看了很多反應的中間物 那但是到最近我們這個技術才變得非常的有名 主要原因就是說因為最近我們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 在大氣化學上的一個中間物 大氣化學各位都知道說 大氣化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OH 這當然也是一個自由基 它活性很大 所以它幾乎跟什麼東西都會反應 所以通常我們把OH當成大氣化學的氫道夫 所以所有的污染物都會因為跟OH的反應 開始變成它的氧化的步驟 所以它可以把污染物排除掉 這OH怎麼來的呢? 那通常我們過去的認識說 那是在大氣裡面有一些臭氧 臭氧經過直外光照射 就會產生所謂的Singlet O 單態的氧 這是電子激發態的氧 這個氧呢 跟大氣中的水分作用就會產生OH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樣的一個mechanism 你會覺得說OH需要臭氧需要陽光 可是不久人家就發現說 在英國某些地方它根本常常沒有陽光 或是在晚上也沒有陽光 可是他去測量OH OH還是差不多多 並沒有說因為這樣就減少很多 所以就有人覺得說那很顯然的 沒有太陽的情況下 那顯然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產生OH 所以就開始很多人有假說 那到1949年的時候 有一個德國的教授就叫Krigy 他就Propose說 這個我有臭氧沒有陽光要產生OH 應該是會經由這樣的一個機構 臭氧跟所謂的Arkin 就是有CC雙腱的分子 那它會形成這個Ozonine 這個Ozonine很不穩定 所以OO腱、CC腱都會斷掉 所以你就會產生一個CO雙腱的物質 這通常我們講是我的Ardehyde 或者是Ketone之類的東西 但是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COO 所以通常是所謂的氧化物 這個氧化物呢 它就後來的人都把它叫成Krigy Intermediate 就是所謂Krigy這個人Proposed一個中間體 那這個中間體呢 它可以跟其他東西碰撞 變成穩定的東西 或者是它中間體它因為內能很多 所以它可以分解 分解你可以看它就產生OH 當然它還可以產生Formic acid、CO、CO2等等 可是1949年它Proposed這個東西以後 從來就沒有人看過它 所有我們對它的了解都是看到中產物 然後反推回去說 它的反應機構大概是怎樣 那這個當然你知道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很多的錯誤 那都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直接觀測它 我只能去看中產物的結果 那最簡單的Krigy 就是所謂CH2OO 就這兩邊是氫原子 那這個CH2OO呢 是可以講說是很理想的一個研究的東西 因為怎樣 它分子夠小 所以理論計算可以算得很好 然後分子夠小 所以很多這個光譜可以很好的解析 這個CH2OO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跟Formic acid 是異購物對不對 H-C-O-O-H 只是我的H連錯地方而已 那它也跟所謂的Dioxyrane 是一個三角環的東西也是異購物 還有一個Maslin bisoxo 是開環的東西也是異購物 所以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就知道它至少有四個不一樣的異購物 那在理論上 這個東西還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到底它是一個bi-radical 它是一個雙自由基 意思就是我的分子有兩個沒有配對的電子 還是說我是一個threat line 就是雙電 雙離子 就是我有一個正電核 一個負電核在一個分子裡面 過去的人爭論不休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是他或是他 但到底是說到底它的性質比較像這個還是這個呢 在理論上其實這是過去一個大問題 但是因為你看不到它 所以你沒有辦法真的知道它是怎麼樣 一直到了2012年的時候 在美國一個Sandier Lab 他們發表第一篇這個有關 Quick in the Media直接偵測的論文 它是利用直譜儀 直譜儀它在這個直譜46的地方 看到一個信號長出來 如果聰明的同學馬上就會講說 直譜怎麼可以知道它是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它有四個異購物 你怎麼知道它就是你的結構 它運氣很好 因為它發現它如果去改變它的這個光游離的能量 它會發現在11V的地方信號就起來了 如果你去看Fomic Acid Fomic Acid的 它的這個Ionization Potential是11.5EV左右 對 那你去計算Dioxirane 它也差不多11點幾左右 所以你如果是這些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到11EV以後 你才會有辦法游離它才看到它 那因為這個東西它的游離能最低 那它又在這個最低的地方看到 所以它就說OK 那我看到了它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論文以後 我們看上的不是說它看到 因為直譜畢竟是直譜 它沒有告訴你任何光譜的資訊 對我們看上的是它用的這個方法 是說它把CH2I2光解產生CH2I 這個CH2I在跟O2作用 那這個多餘的能量 它就順勢把這個I打掉 所以它就形成CH2O2 因為各位剛剛可以看到說 CH2O2如果它具有太高的能量 它自己會分解 所以你如果我們過去用CH2加O2 想要產生它都不成功 為什麼?因為產生能量太大 所以它就自己會犧牲掉 自己會反應掉 自己分解掉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產生CH2O2 所以我們就用它的方法 馬上用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部件是FTI來試 我們就看到說 那我如果把CH2I2跟O2放進去 我測一個紅外光譜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CH2I2的吸收 在這邊 O2是不會吸收紅外光的 然後我打了雷射 我用248nm的雷射打了 然後我看不同的食慾 我的光譜 那你就看到真的有東西產生 而且這個東西是隨著時間 會慢慢變小 所以表示說我看到的真的是一個 生命期很短的一個不穩定的化合物 但是要怎麼知道我真的看到的是CH2O呢?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靠理論計算 理論計算可以預測它的振動的 Wave number是多少 振動波數是多少 然後甚至於我還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吸收的譜帶 轉動的譜帶大概長得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實驗跟理論計算來比對 相當吻合 然後如果我們去比對其他的 Dioxylane Methylane Bisoxyl 還是有可能說 I沒被打掉 CH2O 你就可以看到說它都不像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們是第一個看到CH2OO光譜的人 那如果我們去看實驗上的這些振動的頻率 然後跟理論計算 現在也說相當的吻合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你如果看CH2O stretching 就是CH2O的這個振動 如果學過有機 你知道CH2O的Stretching 應該是在1000以上 1100Wave number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900 表示怎樣 我的OO件很弱 你如果看我的CH2O件 CH2O stretching 通常應該也是在1100Wave number 1150Wave number 可是我看到是1286 表示我的CH2O件很強 就表示說 那其實它其實是一個Sweet Lion 就是說我的O其實是有個負電核 所以是讓我的CH2O件變弱 C有個真電核 所以讓我的CH2O件變強了 那我們發表了這篇 paper 在Science以後 當然一般人會很高興 可是我們還是對這個光譜不滿意 因為我畢竟沒有把它解析出來 所以我們就繼續努力 所以本來過去這個是一個Wave number 那我們學生很努力 他做到0.25 就是比較高的解析度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時候 本來是模糊一片的 我現在開始看到一些結構了 那這個結構也是一樣 我可以用理論計算去比對 發現說還滿吻合的 對 所以這時候我才可以很確信說 的確我看到的真的是CH2O 因為紅外光的好處就是 它跟人的指紋一樣 對 每一個分子它的光譜一定不一樣 對 那你如果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它還是別人 機會大概很少很少 所以你就可以真的證實它 可是 在這中間 我們也發現一個錯誤 就那時候我們認為這裡有一根peak 那好像應該就是跟理論計算的new5差不多 可是等我有好的解析度以後 你就發現說這一根其實是毛毛的 有很多個小peak在那裡 可是說理論計算 它的new5應該是長得這樣 中間的這個所謂的q band 應該是大大的一根分解不出來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時候其實我因為解析度提高 我在這裡很清楚的看到一根在這裡 所以實際上我們會發現說 就知道說那其實這一根才是真正的new5 所以我們就把new5的simulation看 那這一根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思考了很久 後來也是一樣靠理論的計算 那發現說那其實這一根呢 是所謂的2new9 就是所謂的overtone 就是new9的兩倍 那這個new9是所謂的ch2的twisting 它的運動是這樣 那它的兩倍頻 那我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去simulate它的光譜 然後把這三個譜帶加起來 那你就看跟我們的實驗的觀測呢 大致上就是吻合 所以我們利用好一點的解析度 我就可以修正我過去的錯誤 然後呢我就可以又得到新的資訊 可是我們還不滿足 所以還希望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解析度 因為剛剛那一根一些結構裡面 其實還有好幾十根譜線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有所謂的新的quantum cascade laser 這是一個雷射呢 它非常非常的高解析度 它的line width是5個MHz 意思就是0.000多少Wave number 然後它的缺點是說 它只有50個Wave number這樣的範圍 不像FTR可以看那麼大 所以就是說我們以前講 明足以察秋毫 但是目不見雨昕 就是這種雷射 它很精細 但是它只能看一小段 你如果在這一小段沒有吸收 這個雷射就完全沒有用 那當然我們就選擇說 這是我要看的吸收 然後為了要增加它的解析度呢 我又用一種所謂的Helial cell Helial mirror 就兩個球面鏡 但是呢我雷射從這個洞進來以後 我就因為角度的關係 我就可以在這裡來回來回來回 反射了21次才出去 所以這樣的話我的吸收的長度 就可以增加 本來我是只有70幾公分 經過21個Path以後 我就得到16米左右的吸收度 所以讓我的靈敏度更增加 所以如果各位看 剛剛這個是Science paper 這個是到0.25的paper 那經過這樣一個系統以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等於是有100倍以上的改進 這是0.0015的Wave number解析度 你可以看到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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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譜線 後面還有很多 總共大概有4千多根的譜線在那裡 當然學生就很辛苦 他要一根一根去算出他的位置去分析它 但是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能力 我們就可以真的研究 你看中間本來擠滿的這些東西呢 我現在把它展開來 這就是所謂的Q band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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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清楚 你們當然沒有學過光譜學 當然不能體會說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時候 那很多細節都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不談這個細節 我們談的是說 那我這樣的一個高的解析度 對我研究這個反應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這個Sentia的第一篇paper的時候 他看到的信號 他看到說這個信號可以活個幾個ms 對大概2ms到4ms 那這是因為他用質譜 質譜靈敏度很高 所以他不需要用很多的濃度 他的濃度估計大概差不多 10的12次放個分子 per cc 我們紅外光是靈敏度最差的一個技術 很不幸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這麼少 我一定得要用4乘10的13次放 等於是他的40幾倍 可是我看到的生命期只有50個ms 就5乘10的-5次方秒而已 比他短太多了 那就算是我盡量把它壓低 壓低到1乘10的13次方 也是要150個ms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馬上就思考這個問題 顯然的如果濃度越高 生命期越短 可是我又沒有別的東西在裡面 就表示怎樣? 他會跟自己反應 所以我們就跟林明璋院士合作 就跟他講說 我看到他會自己反應 那他馬上就可以算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說 他是有sweeted iron 這邊是有負電 這邊有正電 所以這兩個傢伙放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負電就很喜歡去跟碳的正電結合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形成所謂的diamond 理論計算的結果就發現說 哇!不得了! 他形成的這個diamond 居然有90幾個kcal的放熱 那當然因為這些多餘的能量 他不會就變成diamond 他一定會分解 所以分解成兩個fomaldehyde加上O2 所以他自己會跟自己反應 所以如果他自己會跟自己反應的話 那你要研究這個東西的動力學 當然你就知道 你的濃度就要用很低很低 避免他跟自己反應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你的偵測靈敏度就要提高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那麼高的解析度 為什麼? 因為高的解析度表示我的這個坡很窄 你們可能沒學過 就是我的這個曲線下的面積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我的pole很胖的時候 那我曲線下的面積要固定的話 那我就只有小小的一個 所以如果我們測試一下 用剛剛的所謂的 content cascade laser 來做的時候 那你可以知道說 我的noise大概是在這裡 那我的信號可以這麼強 大概有差不多兩百多倍 所以我就可以估算說 那這樣 我的偵測靈敏度就到 1乘10的十次方分子可細心 比剛剛的指譜還要好 那如果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偵測靈敏度 那當然我就比較不會受到 自己的反應的影響 那我量出來的動力學就會比較精確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法 就去先來測試一個 它跟SO2的反應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加的SO2越多 它的decay就越快 越快 那如果我把它的這個decay the rate constant 畫出來隨著SO2的濃度的改變 各位如果有學過動力學就知道 那這個斜率就表示 就是我的反應速率的常數 對,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幾乎是在一條直線上 對,一般來講動力學很難可以做到 這麼精準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很精確地測出來說 它的反應速率是這樣 那跟過去人的比的話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我也就可以跟著來研究其他的反應 我不講其他的反應 我要講的是說 那我要偵測其他的分子 對,我如果把其中的一個氫 換成甲基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置換 一個氫變成一個甲基 你說那沒什麼 可是在光復語學上 這事就變成一個大麻煩 非常麻煩的東西 所以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人可以真的看到這東西 因為這個麻煩是這樣 就是說 我有一個東西變甲基以後 那本來是一個的東西 就變成兩個不同的異構物 對,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這個OO 可以是面對著甲基 對,那其實我的這個 一個氧會跟其中的兩個氫 互相作用 對,這就是通常我們講 這個叫Sink的這個一個物 我也可以背對著甲基 對,背對著甲基 那這個叫Anti一個物 所以第一個,一個變兩個 第二個,Mesho這個甲基 它是可以內轉動 所以它的光譜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主要的原因在說 這兩個東西很難分辨 因為它畢竟還是很像 所以Sendia的人 他又發表一本science paper 偵測到它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Anti和Sink的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紅線跟黑線 黑線的是說 它加了很多水 然後水會跟Anti作用 所以被Anti弄掉 然後呢 如果不加水的時候 那就表示有Anti和Sink 所以你看 那你就這麼小小的 這一點點的區別 對,這幾乎在它的Noise的範圍內 他說,那所以 我有看到 對,我這邊有起來一點點 這個就是我的Anti 然後後面的這些就是我的Sink 那你要研究這個Sink的時候 那顯然你的Anti都永遠還是會被游離 所以你研究的時候 所以它必須要假設 所以它假設說 我的Sink有90% 所以我的Anti我忽略它吧 用這樣來研究 紫外光細收 它也可以看到 隨著時間它有這樣的變化 然後他們認為說 比較快死的是Anti 比較慢死的是Sink 然後它就比較慢的 它就去取一個光譜 對,那它可以 比較慢的光譜呢 它就可以取出來說 那它是這個藍色的 那比較快的呢 它把它扣掉 那就成了這個紅色的 那即使是這樣 你也可以看到 我Sink有吸收的地方 Anti都有吸收 所以你很難找到一個波長說 我只看到Sink 看不到Anti 那只有我們紅外光最適合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希望說用紅外光來看 紅外光可是以前我們低解析度的時候 我們也看過 你可以看到這麼胖的一個Pig 這Pig我們可以試著去解析 發現說這其中其實有三個不同的東西在貢獻 其中有兩個是Anti 一個是Sink的貢獻 分不出來 對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用我們過去FTR的方法來偵測 但是呢 現在我們有這麼高的解析度 我要怎麼判斷我是Sink和Anti呢 很簡單 我就加Methanol 因為Sink不會跟Methanol作用 Anti會跟它作用 所以我就加很多的Methanol 然後比較說沒有加跟有加有什麼差別 那各位就會看到 我打紅線的這些地方呢 加了一Tolaco的Methanol 還是沒有什麼變化 就表示說它不會反應 那這些就是Sink 那我就可以選 比如選這一根 我就知道說這一根一定全部百分之百都是Sink 那我就可以來偵測它的化學反應 所以第一個我們想到就是自己反應 因為它自己反應很快 所以如果你學過動力學就知道說 如果是自己反應的話 那我就要把濃度的導數 對時間做圖 我應該會得到一條直線 那這個斜率就告訴我 我的反應的反應數以常數的兩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的確我不同的濃度 我看到不同的直線 所以我可以做不同的濃度 看它的自己反應 就發現說 滿一致的 對 都是在超過1.7左右 1.7加減0.04左右 都是在這個範圍內 那各位如果知道 這個1.7乘10的-10 是非常快的反應 幾乎是有碰撞就有反應 跟我的CH2 II比大概大了兩倍 所以就表示說 那這樣的話 我的自我反應不能夠忽略 但是過去的研究 從來沒有人量過這個反應數率 從來也沒有人考慮過它 所以用這套新的系統 我們可以做很多 過去人不能做的事情 那我們再講說 那我的FTI 是不是就沒用了呢 不會 因為它的好處是 它看得很廣 它一網打進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看 所以我們就 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跟Fomic acid 反應 我們可以看它 很多的中間物 Fomic acid的反應 其實蠻複雜的 但最主要也是一樣 它形成一個環狀的東西 對 然後呢 也許經過reangerine 變成這個所謂的 Secondary Orsonite 也是環狀的東西 然後最後分解 變成Fomic acid 另外一個是 它變成環狀的東西以後 然後經由 一個氫移過 轉來 到這個OO的地方 然後把環打開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叫做 所謂HPMF Hydroperoxyl Methyl Formate 那這個東西 有很多異購物 P4 P5 P6 都是它的異購物 因爲什麽 因爲它這個角度 東轉西轉 都可以 那最後呢 它會再分解 它會丟掉一個水 丟掉一個水以後 所以就產生Fomic Acid Anhydride 那它也有 所謂的Trans和Cis 兩種EcoV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反應相當複雜 這個反應大致上是走這一條路 走這一條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那這時候FTI 就有好處了 因爲爲什麽呢 因爲爲爲爲什麽呢 因爲爲爲什麽呢 因爲爲爲爲什麽 爲爲什麽 爲爲爲什麽呢 我們都看得到 然後我可以又看到說又有新的東西 那為了乾淨起見呢 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就把我的 Phomaldehyde peak拿掉 把 CH2II剛往下的把它補回來 然後把 CH2OO的也拿掉 因為這個光譜我都知道 那FTR的好處就是它非常reproducible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事情 把它這些東西弄掉以後 我得到這個光譜 這光譜顯然的表示說有什麼東西 慢慢慢慢慢慢再長出來 那這個長出來的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跟過去人家實驗 看到的這個 HPMF 的光譜 其實是相當的一致 那也跟理論計算 你可以知道說 跟這個第一個 slide 講的 這環狀的東西不一致 但是呢跟這三個會比較一致 其中最一致的就所謂的 P5 P5 的光譜跟它這一致 那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有看到這個 P5 就看到這個 HPMF 我沒有時間 但你可以看到說 最後它其實產生的這個 B1 B2 B3 就是所謂的 FAN 我們剛剛看到它的中產物 那怎麼樣從 HPMF 到 FAN 我們本來想的很單純說 那就是它就是去掉一個水就變成它 可是如果你看它的隨著時間的表現 就覺得說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起來以後是這樣 可是這個呢 它消失一點點 然後呢還有一個比較慢的消失 所以如果我用這樣一個動力學模式 我沒有辦法得到合理的 FITING 你可以看到我的消失變得很慢 然後就是我的這個消失跟這個的產生 兩個是都不容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到底是有什麼可能呢?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可能因為 HPMF 有兩種異購物 對 剛剛我們有講的 這個 P6 其實是一個 Intramolecular Hydrogen Bounder 它內分子的氫件 對 那它如果形成氫件 你要把它的水拿掉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講說 那是不是這兩個異購物 產生 FAN 的速率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就修正一下我的 model 我就可以 FIT 很好 可以同時 FIT 這個和這個 然後我得到的反應速率也都一致 一個是 1400 一個是 1395 所以就知道說 那很顯然的 這兩個東西 這個反應很慢 這個反應很快 那一旦我知道這樣的話 那就好辦了 那我就看時間比較短的光譜 時間比較長的光譜 然後我利用光譜相加減 對 比如說我把 A 減掉 1.09 的 B 就是我想辦法要把其中的這個 邊邊的這個 peak 把它拿掉 那我就得到這個藍色的光譜 那這個藍色的光譜就跟我們的 P5 這個 E 鉤 5 就非常的相近 那我也可以怎樣呢 把 B 的光譜減掉 0.31 的 A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這一根拿掉 對 那我就得到 A 有 C1 C2 C3 這三個 peak 這三個 peak 就跟理論預測的 P6 的光譜 非常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可以利用這樣 我就可以分辨說 真的我的實驗裡面 我就是有 P5 有 P6 這兩種異構物 那 P6 它就真的不會反應 它就一直留在那裡 那 P5 它就會反應變成 FN 所以這些這麼細節的東西 我們可以利用 FTI 知道 但是在過去是沒有辦法知道這些東西的 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就要講這個作為的兼職隔離 我只能講說兼職隔離就是 因為我的反應物活性很大 活性很大 我們前一個方法是說 那我用時間解析的方法 對 在它死之前研究 那這另外一個 approach是說 它如果活性很大 那我就把它跟鈍器混在一起 然後把它動成固體 那它就沒有辦法反應 它動彈不得 對 不會跟人家反應 而且溫度很低 這就好像一個殺人犯被關到監牢一樣 對 所以兼職隔離 對 只是我用的不是鐵棒 我用的是鈍器把它隔離起來 那這樣的話 它可以活得很久 我就可以慢慢來偵測 對 我就不需要時間解析的方法 來做這個研究 但是過去這個用鈍器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有cage effect 就因為畢竟它是堅固的東西 所以當你去做光解的時候 產生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逃不出去 逃不出去只好怎樣 繼續再反應 所以你要產生自由基 其實是不利的 所以過去的這種東西呢 其實我不容易做自由基 比如說硝酸 硝酸分解你都知道 光解以後 產生OHmNO2 可是你看不到OH也看不到NO2 為什麼 因為它逃不出去 逃不出去只好再反應 反應當然可以變成硝酸 但是呢 它也有可能變成H-O-O-N-O 一個異構物 這異構物也是大區塊很重要的 我們是第一個看到它 然後後來人家才是氣態 才看到它 根據我們的資訊 它知道哪裡去找 那這個異構物 甚至我們還看到 也是一樣 intramolecular hydrogen bonding 分子內清建的一個 C-Cis的異構物 都可以清楚看到 可是因為有這個cage effect 我對自由基我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呢 我就必須要想個辦法 大概最近十年來 就有所謂的parahydrogen 如果修過誤化二 你就知道說 有這個氫 它的nuclear spin不是等於零 它是二分之一 所以你有兩個氫的話 它的核的spin 就可以是parallel或anti-parallel 因此呢 我們講說氫氣就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osal 這個osal 就是我的nuclear spin是等於1 但是因為poly-extrusion principle 告訴你說 你的total wave function 應該是anti-symmetry 所以你的rotational wave function 就一定要out 所以就變成j 你的rotational quantum number 是out的 才可以跟它配合 如果nuclear spin是等於0 那我就是j等於even的 才可以跟它配合 這就是所謂的parahydrogen 那在低溫的時候 就表示j等於0 j等於1 意思就是我的氫氣 我的轉動長數在 轉動的量子數 有01234 可是其實氫氣是一邊一國 它不相往來的 除非你有催化劑 它才會過來 不然的話它不會過來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這個parahydrogen 因為它是一個quantum solid 因為你知道它質量小 溫度又低 表示說它的物質波長很長 物質波長很長 那意思就表示這樣 我對它的位置就是抓不準 所以它的位置的不準度 是差不多這金格的長度的17%左右 所以意思就表示它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軟的 很軟的cage 意思就是說我把它關監牢 但是我的監牢 不是鐵棒做的 我是塑膠棒做的 對 所以犯人很容易地可以掙脫這個監牢 那對我們做自由基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表示說過去很多我做不了的自由基 我現在都可以做 那比如說我可以只是用光解 我就可以做很多的自由基 那過去比如說CH3S CH3O 這些自由基 這麼簡單的東西 紅外光譜從來沒能量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如果把它的precursor 放進去光解 光解以後這兩個CH3S跑不掉 它就互相反應 最後就產生H2CS跟CH3SH 兩個穩定的東西 永遠產生不了自由基 可是現在我光解以後跑掉了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這些自由基 所以這些都是過去沒有人做的 不是沒有人做的 做不出來的東西 現在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出來 甚至於反應 你有機化學學過 氯加到雙劍 你說那就是會產生 氯就加到一個碳上面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radical 可是這個中間物從來沒有人看過 它的紅外光譜沒有人看過 那我們現在可以很容易地 就把氯氣和它放進去光解 就可以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到一系列這些東西 所以我很多很多的自由基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看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就跳過 比較複雜的分子 我們也是可以這樣子來做 甚至於我還可以怎樣呢 我放氯氣進去 但是我光解以後產生氯原子 可是氯原子我之後再照個紅外光 它就會跟我的H2作用 就產生H2 然後它就產生H 所以我就變成我可以做H的反應 H的反應 也是一樣 我可以做一套拉庫的H的反應 更好的是說 因為我有H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再加電子槍 當我在沉積的時候 我用電子去打它 那我就可以做很多所謂的Protonated 或Hydrogenated 那這個跟天文的這個觀測有關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今年2月我們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Perspective的Review 在這個PCCP的Journal的封面 你可以去看這個Paper 裡面就有比較詳細 但主要的原因是說 在外太空有所謂的UIR Band 就是它有很多這個紅外光的放光 到底是什麼東西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那大家都想要了解是它 很多很多的假說 其中一個假說就是所謂的PAH 就是所謂的很多個本環群際的大分子 然後它也可以加一個Proton 就變成Protonated PAH 可是你知道說 有這樣的假說你要去觀察 你就第一個要在實驗室先得到它的光譜 可是在實驗室要做這些光譜 非常的困難 過去一個方法是說 用紅外光雷射去打它去分解它 可是你會看到這個光譜都胖胖的 不好看 另外一個方法是說 紅外光雖然我沒有辦法把它打成游離 可是我加個Argon進去 然後我利用紅外光把它打掉 然後所以我看它的變化 這就是所謂的Argon Tagging 那這個方法當然是比較好 你可以看到這樣 可是它受到限制說 它其實不是真的紅外光譜 它是看到說 我吸的紅外光 我分解的光譜 不太一樣 而且它受到光區的限制 那我們現在 我利用這個電子槍打 技術就很簡單 因為我有很多的H2 經過電子槍打以後 就變成H2 plus H2 plus就會轉成H3 plus H3 plus呢 如果碰到PH 它就會把這個Proton轉給它 所以你就會變成Proton on the PAH 那當然我也有很多H H就變Hydrogenate PAH 所以我的這個用電子槍打完以後 我就會理論上我就三種東西 一個是我本來的Parent 本來PAH 綠色的是Protonated 紅色的是Hydrogenated 那我怎麼分辨? 我沒有質譜 對不對 那很簡單 放過夜或是照個UV 因為我的Mature裡面還有一些電子 這些電子就會跟我的氧離子作用 所以你放過夜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這時候我的Protonated 或是我的Parent就會往下降 然後我的Hydrogenated就往上升 當然我還可以再加其他的光解 來分辨它 所以我就可以分辨出這些東西 那所以最簡單 比如說我們用Benzine Benzine開始 Benzine 你做本來Benzine這麼乾淨的光譜 我加了電子槍打了以後 就得到這樣 那這時候我沒有放過夜 就照了UV光 你就看到有些上升有些下降 那你就看到 上升的應該是中性的Hydrogenated 就是C6H7 跟理論計算就非常穩合 下降的呢 就跟理論計算的C6H7正很穩合 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一直做做做做做的 開始變兩個本環 然後到這個Choroline 是這麼大的一個分子 那你看 別人的方法做的光譜是長得這麼胖 我們的方法可以做到這麼的精細 所以我才可以 從這個我才可以看出來說 它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做一系列的 分子越做越大 然後你就看到它的光譜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在外太空的觀測 然後我們就試著去看說 那是不是這個方向是對的 當我越來越大的時候 沒有錯 我的這個CC Stretching 我的這個Auto Implant的這個Bending 然後呢 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基本上都指向這個外太空 但表示怎樣 分子還不夠大 要更大才有機會變成在外太空 這個放光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我們碰到的困難 當然就是說 分子越大越難做 而且事實上 沒有人合成這些東西 也買也買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碰到的瓶解 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想要進實驗室的話 那我們告訴你說 我們實驗室應該設備是 大概是少有的 世界上是一流的 我們很多的技術是世界上 都是在領先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所以跟你進一個小的實驗室 會不太一樣 因為你有機會看到 許多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的眼界可以開得很廣 那通常 你有問題要問我 不可能不教你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外國的訪客 來這裡取經 所以我們要用英文 最主要是 我們是要種植不重量的一個實驗室 對 所以你如果想要進我們的實驗室 那是希望說 你真的要有興趣才來 因為你可以學很多東西 可是你的學習一定要 你要有付出才學習得到 你不願意付出 你就沒有辦法學習 對 那很多人當然講說 現在我希望做很多應用 我要去做太陽能電子 幹嘛才好 問題是你基礎不好 你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對 你基礎沒有打好 你絕對沒有辦法比人家行 對 所以你在我們這個實驗室 學的雖然可能跟你 將來要做的事不一樣 但是重要是在 你訓練科學的方法 對 科學的思維 就是等於是說 改變你的腦子 對 改變你的邏輯思考 對 我們很多學生 畢業以後去台積電 回來以後都跟我講說 老師你在實驗室每次都笑我邏輯不好 可是我到台積電 我的組長說 我的邏輯是我們組裡面最好的 那這個主要就是說 因為你在我的實驗室裡面 學了至少有學了一些東西 所以出去跟人家比的時候呢 你就作為比人家強 那我想我們就在這裡結束 如果你們對我們的實驗室有興趣 你可以到這個網頁去看比較詳細的資料 裡面有很多paper你可以讀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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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